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一个又好玩又可爱的花 就是这个碰碰香 这个碰碰香只要你的手去触摸它的这个叶片 它就能散发出一种非常好闻的味道 这个味道不仅让人闻得非常的愉悦 而且还能驱赶这个虫子 所以这个花它不容易长虫 另外它的这个叶子非常的肥厚 上面长满了这个绒毛非常的可爱 接下来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碰碰香它的叶片比较肥厚 根系不是非常发达 所以这个花的话它比较的耐旱怕捞 所以我们最好选择这个透气排水性比较好的盆来种 比如说泥盆 桃盆 紫砂盆 也不要用这个太大太深的盆 否则它就非常容易烂 像我的这个苗它还比较小一盆种一颗的话 就选这个口径10厘米左右的头盆种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配土 之前有讲这个碰碰香 它比较耐旱怕捞 所以我们的土的话透气排水性一定要好 不要用太粘重容易板结的土来种 否则它就非常容易烂 一般常用五份辅叶土加两份河沙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防捞土种 先在这个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话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碰碰香取出来 这个根它是裹了这个黄泥的 这个泥太粘重了 我就去给它泡散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碰碰香非常的好扦插 这两颗就是扦插出来的 把它们放中间 继续加土 再给它提一提拍一拍 四周摁一下 再给它们浇透水 这样就浇透了 然后把它们搬去化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再给它们